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人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华语消息 出大事了 习近平江山不稳 大杀江青 最新救起来就是革命圣地江西 当年共产党老巢井岗山干了一票大的 有人当街摧毁 摧毁、杂烂 共军的雕塑直接杂烂 而且现在最离谱什么 搞不清楚谁干的 高度一事不是政府干的 你说谁干的 所以我们一起瞧瞧看看 分析文 不是说商业中心有个雕像 现在搞拆迁 不是政府干的 那咋办 你说谁干的 要不要深挖背后 黑手 有人造反的 公然造反 而且侮辱性极强 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另外一头 习包子急了 正在开三中全会 你看这一头 你看这边开 在开三中全会 伟大光正确改革家 这边你江西九江 共产党老巢 就砸红军雕像 你选选时间 不是这么选的吧 所以这个这个 出大事了 三中全会 现在看来也也习近平整整个飙了 整个炸了 习包子炸翻 所以这个国内压力非常大 高压锅随时报价 另外一头什么 这个拜登也炸了 拜登老爷子一把连铁了 这个血气方刚 最新消息的拜登发飙了 这个拜登为什么发飙了 当然这个最近 拜登压力也三大 还是吧 拜登压力三大 大家可注意了 拜登现在还是现任美国总统 他还掌握权力 这拜登如果发飙 在很多问题上 压力太大 拜登会干出什么真不好说 所以这拜登到了 现在高度仪式 准备对中国下狠手 所以这麻烦大 这是一个一边 另外一边 日本这边放出猛料 放出猛料 再结合最近也是川普 要给台湾收保护 种种迹象表明大的 即将来临 要摊牌了 要翻桌子了 所以各方面 现在都已经是 马上就爆炸了 所以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 先说说九江这个事情 在江西九江步行街 上面就有一座红薰雕像 7月17号 就当天就有 很那个 在那个步行街上面 就当街 全部人都看到 全部人看到 就就施工工人 就就一锤一锤 就就锤一下是吧 这个锤一锤上面 这我们就 我就要给大家分析 我一看这个架势 就引起了炫大摩 当然很多网民 在在拆 我拆拆 拆掉了 这个这个拍上去 有人这个不作声 他他也不不表态 是吧 我就拍上网 是吧 你一看 正在拆除雕像 是不是要拆迁呢 或者 这个有人这个 这个假装装 装愣是吧 那有有人 这个小粉红毛就跳起来了 哎呦 怎么这个拆除雕像 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呦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你引起了 中国网络上面 水军全部出动啊 是不是有间谍啊 怎么回事啊 谁下的命令啊 哎呦 这么一问 那就有意思了 所以我第一眼看上去 我也觉得奇怪 实话实说 像我们以前 我们是搞过地产出来的 这施工方式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别说这个是红军 所以啊 有很多网民小清新啊 所以不是啥大事啊 对吧 啊 我们见的多了 西方过哪个国家 我没去过 哎真不累啊 以我们这个 对中国共产党来了解 而且一般来讲 施工 你是有一定的一个 一个安排啊 现在中国共产党 现在你看 这个维稳的时候啊 都都会拉个横幅 围避起来 是不是啊 哎 我一看 而且当地如果是政府牵头 或者是一般开发商 或者说有有点背景的牵头 哎 你总归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 我们那个一般老百姓都知道 他们能不知道吗 如果政府牵头 所以我一看哎 不太像政府牵头 我也觉得不太像 政府牵头 你你你以为他不知道啊 不想不想混啊 啊 现在一个的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漫展都取消了两会期间 好吧 他说两会实际上是三中全会啊 地方政府加稿 但他都知道现在开会一个很严峻哦 要维稳哦 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呢 这个稿业这个换个时间稿嘛 是不是啊 而且搞的过程当中的违避一下嘛 很简单 肯定肯定违避 猜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吧 而且请的这个工人 我一看上去 这也不是说非常有很多人在拍 拍而且一棍一棍就敲到什么 敲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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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共军啊 这个共匪的这个头上面了 现在这个上面是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头已经砸掉了 是吧 就会侮辱兴起家嘛 这个就就当着这个说 很多网民都在拍 就一一锤子一锤子就砸到头 你不是砸起来地方 你可以这个是吧 就就而且那个工人一看上去 他好像不是很大力气 你说大力气一一捋一棍捋下去 他他这个就整个就砸了 他就慢慢砸慢慢砸 就砸给周边的人看 你说哎呦 我就这个动作有点意思 就这个引起影响啊 中国共产党维稳 这也极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维稳 你说维稳共产党 哎呦 你如果政府干的 我说肯定就维党 直接四边拉个维党 围起来一个三两三 或者说找个深夜时间 他找个不行接最高峰的时间 是吧 所以这这极其不可能 而且这个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不会这样算数的 其实所以我做什么叫上岗上线 以前的文革的时候 就是在上岗上线 独裁者是不会开玩笑的 也不也不论什么什么不小心不小心 哦你一个不小心把我把我牌子砸了 你一个不小心的挂挂我雕像的时候 搞搞歪了啊 是不是啊 我谋着这个习近平上面破点墨 那那必须得追究 独裁者是不会开玩笑的 肯定上岗上线你无端端干这个东西 怎么干成这样啊 是不是啊 那最那底底下这个就就说 哎呦不是我干的哦 我不知道哦 是不是谁谁敢说 这个这个怎么搞成这样 地方政府省钱委党都省了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你包上去都肯定特批经费了 也不可能你说底下人也不敢啊 哇不搞委党就把它砸了 砸你也找个深夜的时间砸呀 就找个人最多这个晚上七八点钟 大家吃完饭出来逛街的时候 满大街都是人专挑那个时候砸红旋雕像 所以这这这现在高度疑似 有人说是什么 不知道谁干的 这才可怕的 谁给的钱 那工人说不知道哦 他说他的开发商 这让我来砸的哦 那个工人说我不知道哦 啊 我以为是要拆哦 我不知道哦 老板叫我来拆 有人给了我一百块 现金 然后就要让我来拆了 我就不知道 这就搞笑了 哎呦 这就是什么 有人公然搞革命的呗 你说如果这地方政府这样干更麻烦 你说民间有哪老位勇士或者 他说按悄悄的就就私下就就戴这个口罩 戴这个墨镜啊 在天桥底找了找了农民工 我就给你一百块 你今天晚上把他砸了 是吧 他我也不知道谁他给我现金追不到了 哇 如果是那就有计划有预谋 就要搞搞搞造反 是不是啊 你这些细思极恐 这个东西的独裁者是细思极恐啊 如果地方政府这样干 那更要揪出来 你地方政府竟然敢把这个事情干成这样 全国网民都看了 你把那个老祖宗祖坟都给挖 是吧 挖公费祖坟 那得了咯 是不是啊 那必须得深挖 是不是整整个江西官场 这样大地 这个东西出来都不会开玩笑啊 首先谁睡不着 整个江西省的所有的九江市市委市政府 全部睡不着觉 不是开玩笑 谁敢睡啊 这个东西怎么怎么谁干的啊 是不是啊 谁谁谁搞的啊 这个这些 那这马马上就跳起来了 哎 所以肯定会引起这边那个大震荡的 这个习近平已经是很紧张了 上上下下 这个又是李尚福又是秦刚的 是不是啊 他这本人是相当紧张的 那就出了出了三中全会当着他面 李尚西九江说我不小心啊 我这个承包在承包转包之后 他就搞成这样 是吧 你说转包的他相信吗 他不相信啊 你说你不小心 我怎么知道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是不是啊 哦我不小心 独裁者不吃这一套 独裁者必须得上港上线 我说了 我这个整个全裁掉 这个九江那边官员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麻烦 所以有个我们也不好确定啊 我你说你不小心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不小心啊 所以很麻烦啊 很麻烦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啊 这个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那个 其实每个国家很多国家都有 这个侮辱国旗罪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 什么就这个当街烧国旗 这些都不是随便干的 哎大家如果以为这些都是有象征性的 比如以前中国领导人不能穿西装 什么时候开始穿西装 这这这这些都是有政治含义的 这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咯 是吧 所以这是一头啊 绝对不小这个事情 哎 那另外一头的三中全会 哎我这个给大家奉劝大家 就有些强烈小伙伴赶紧跑 三中全会这次极其不简单 为什么 藏着掖着 你去想肯定没好事 哎好事要是替明天公布啊 挽救经济啊 跟跟美国修好 对吧 改革开放 振兴经济 那那要藏着掖着吗 那老早老早的开的喇叭 就告诉大家了 很简单 我就告诉大家 必须得完蛋 所以我说的这个最后一天出逃机会 我昨天说了是不是 肯定得崩盘 你别看那上上指数没跌多少 那股价其他股票千股跌停 就肯定没好事 好事要藏着掖的吗 好事要藏着18号 今天这个时候没有一点消息 要最后一刻才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事情吗 肯定不可了 好事早早早早早就到处宣扬了 然后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德行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 那习近平搞搞这么这么久 搞这么多 要不就习近平真的中风了 或者说他真的出出点问题 到时候三中草草草发个公告 人也不见 今天晚上新闻联播必须看到习近平露面 然后到这个亲自死灰 亲自部署 那不然大家就猜了 这三中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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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在江西九江发出明确的信号 为大家要不要造反呢 这可能是地方官员的一些暗语 我就敲个红军树像 是不是啊 暗敲敲就敲红军树像 旁边广东那边收到暗号 说不定是底下一个造反的暗号 有些暗号 是不是 这个很难讲 底下可能约好了 哪天要造反就敲红军 就睡了 哎不是 密史上就是这样的 要有暗女吗 那个不 那个到时候如果出说什么事 我们也可可收可放 地方官员哎呀 到时候就找个找个底下人背锅 这个就就行了吗 都看那个想一想办法 哎呀底下的人干的这么糟 我也没办法 是不是啊 哎就就是推卸责任也也比较好推卸 嘛 那看了看细胞子相不相信 没了 国内现在压力三大 所以习近平肯定肯定要搞大事 先见走偏锋 大家先千万别低估 对比那那个川普 我说了川普 无端端他他说收台湾钱吗 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一点攻台的意思都没有 那个川普会说这个话吗 肯定这边确实有这个威胁 然后川普这边他也不下不来这个台 他必须得保护台湾 所以才才说出收收钱这么一说 啊所以这个很多东西的习近平最后始终得发疯啊 我再次强调习近平不一定有把握才发疯 我都说疯啊不一定有把握 有任何一次发动战争都是冒险 没人说百分百知道自己会赢的 打仗没人说百分的保卫的那边也没说百分百赢 打的那边也没说百分百赢 是不是啊 那个俄乌现在随随敢说百分百赢 是不是啊 两边都不敢说百分百赢打了这么久 所以打之前就更没谱了 任何情况这些都是冒险 所以习近平发动攻台他肯定是冒险啊 一打就哦他枪头都对准中外海 他也不好说是吧 啊但他他疯嘛 是不是啊他都干 他都不行也也得干了 但是啊有时候就就就就逼逼的就上了 国内现在压力三大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经济学家李迅雷啊 在在上面说了 现在国内这个大周期啊 大家不要以为短周期大周期衰退 从2021年开始房地产的拐点 人口老化的拐点 我们出口的拐点都是特殊的年份 将会引起巨大的一个高风险的资产过剩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周期性问题叠加在一起 千所未有的压力 你看就都7月16号啊 在中信证券这个研究会上面就说了 麻烦了什么白酒大家都别买 他说这个国内这个经济学家你看 也就搞经济搞券商的中信的证券 这些按悄悄底下开会 开一些闭门会议叫交流会议的都按悄悄就这样了 大家没有信心 底下的人你看这经济学家确实也没信心 就底下真收费的啊 就是这给专业老板做咨询的都是这么说话 你不是说跟一般老百姓啊宣传啊 让你们有信心赶紧接为国接盘去 有些收费的中信证券针对部分大高净值客户 他给给点干货嘛 是吧 而且高净值客户也他也会翻墙了 他也不傻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底下开会 他们就来真来真的了 我现在很危险哦 我们中信证券能不能提提高提供这个高净值 这个人一个用户的服务 我们把钱搞到日本去搞到美国去帮帮忙 是吧 底下人讨论的就不是我们老百姓接触的这些了 真正有我说的有有啊 啊净值如果五百万人民币也不少了 就是针现金投进去哦 五百万人民币现金投不少了啊 在国内真不少了五百万哎呀 这个很多都还说呀 这么一个亿两个亿我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人真正拿得出手 有一两万一两万百万人民币现金 就拿出来做风投的很厉害很厉害 真的就现金哦 就不是个随随时可动了吗 有有几百万很厉害了 现在现在大家都没钱哎呀 不是因为网上那些这个吹牛哦 这个几个亿项目 那个几个亿项目那些都是吹啊 真正当中有五百万现金以下真正砸进去 都是很很好的高净值客户了啊 因为我以前开开一个金奎花就五十万嘛 都已经开金奎花这个贵宾室了 是不是啊 那个这个是真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 那个另外一头里刚才那个红十字会啊 这个今年一个季度红十字会收了多少钱 八百块 没钱啊 或者没钱呢 啊 所以就这个这个聊两句啊 这个说说回拜登啊 我们要留意拜登 我就给大家分析低原政治 拜登现在他面临极大的压力 川普这边气势如虹 哇这个媒体做公事 拜登这边他也不会坐以待毙的民主 你的毙力两党竞争嘛 拜登这边我又今天看到了 7月17号的拜登新冠检测城阳线 他就强制在家里面了 他就不能去进行竞选活动了 他急火急没毛的呢 这拜登在拉斯维加斯这个首个活动之后 这个又又要居家办公了 又刚刚又加强那个拜登 哇都说拜登身体不好 你看又阳性了 是不是啊 一个没肯定是有点症状了 这个不舒服了 才才检测一下 有时候没没事检测什么呀 呃 现在很多人 你说这都就广泛存在吗 这个流感一样 或者没轻症无症状 就就不肯定就不检测就不知道了 说句话 这个拜登你肯定估计身体也不好 然后这个很多人质疑他啊 这个前几天啊 有很多这个各种议员也是联名啊 这个包括民主党内部也联名说啊 一个李拜登别选了换个人 这些东西你说拜登自己知不知道 他肯定知道你这么多人让他退选 他拜登也是有点脾气 现在看起来拜登是发飙的 你你们这个就让我退选 我拜登他也有点自尊嘛 就有点这个意思 就你们说我老我就不服老 有点这么意思嘛 拜登也是有点脾气的 我们看得出来啊 虽然说这慢悠悠的 但他有时候也也脾气也蛮大的 就拜登今天这个7月17号的居家办公 之后就就开始就在网络上面 发布一个什么 直接怼谁啊怼马斯克 怼报马斯克直接就飙了 拜登发飙就怼马斯克极其复原团体 哈哈哈 试图收买这次选举我对此感到极其恶心啊 这个这是拜拜登说的 拜登这算算是摊牌了 你马斯克支持川普说行我们摊牌 就穿拜登这拜登是发飙了 拜登发飙将会引起什么呢 拜登肯定要拿拿出拿出动作来 对于在任的这个这个候选总统来讲 他最大的一个筹码其实不会其他 就是什么他他可以推出政策 我们将会看到拜登在后面这几个月 这个疯了一样的怼中国 其实对于拜登来讲 我就猜到他干什么 你呀川普说的我全部做 我提前做了 我四个月全部给你做了 那到时候他就不好选 他就不好选 你看你说的我都帮你做了 你还选什么是不是 所以以往其实这是在任总统的一个优势 所以才真不好说 我说的民主党不会坐以待毙的 然后拜登这边 所以中国共产党完蛋了 这是这一轮里面 中国共产党也有吹点风的意思 拜登这边跳起来了 拜登肯定没出手 现在最新看到 就全面禁止所有技术进入中国 所以昨天晚上一个阿斯麦 一个在日本这边东京电子暴跌 这两天芯片股子暴跌 这个拜登准备发飙 就是什么 所有技术怎么还有技术 流入中国全部刹车 这个肯定就很急 急着一波一急 那对于经济影响蛮大 所以对于有短期影响 肯定就会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芯片股集体暴跌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拜登准备出招了 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这次估计一个力度很大 这边一拍就彻底脱钩了 所以拜登也有点走了川普上一任的脑路 川普上一任也是哎呀 谈谈谈谈到半天 那个有点急了 快换街了急了又猛出招 这次拜登也一样 谈谈谈 你看那个耶伦去的中国 那个布林肯也去的中国 也有点现 如果这个谈到半天 你看哦又急了换街又急了 两任总统 两任总统都这样 到了最后实在不行 那么赶紧出招 两人都这样 所以但是这就美国的一个制度嘛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未来几个月 拜登会有很强力的对中国的制裁 啊 这个可以预期 那个如果如果不行呢 那大家更觉得拜登不行 拜登就下台呗 只能这么讲 你都不抓紧这个机会赶紧秀 你有这个条件 你再任总统你秀 你都不秀都行呗 那就拉倒呗 是啊 这这这 大家就更没兴趣 觉得你拜登是不是不能做事啊 是吧 有人就这样提出了 所以两边压力都三大 哎 这边这边 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本这边 是有有有猛料爆出来了啊 这个 关于关于台湾啊 就说到什么 说到日本已经做出一个详细的预案啊 跟美国也分享跟跟热边岸田文雄已经抱上去了 如何全面保卫台湾 如何全面保卫台湾 也也 加上上一次不是日本军舰进入了中国正在军演的那个领海 这个事情嘛 我们看到日本非常用心在什么 确实可能在监测中国怎么去怎么准备攻台 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 这个详细报告里面非常充分 我们有有时间我们要这个给大家报道报道 这个日本把中国楼底都全全部接了 所以这个习近平急了 这个他 所以这个会很可能要大摊牌啊 所以麻烦麻烦大了啊 所以先说这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